Hello YouTube,我是Jason 不知道幾個人跟我一樣 永遠看動漫、漫畫、玩遊戲的時候 永遠都是喜歡配角多於喜歡主角 例如龍珠的時候,我喜歡比達多於喜歡悟空 或者我甚至喜歡摩托叔叔多於喜歡悟空 玩MARBO的兄弟的時候,我喜歡Luigi多於MARIO 但這個可能因為我小時候玩Super Mario 我永遠都是拿二號手掣 所以我控制的是Luigi 我想這件事做人弟弟的觀眾就會很明白 因為你玩遊戲永遠都是拿二號手掣 你是用不到一號手掣的角色 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很喜歡街頭霸王 我以前也拍過街頭霸王的影片 買過手掣回來打街霸 但買回來之後我只打了幾次 但如果你follow我久的話 你應該知道我最喜歡街頭霸王的角色就是君佬 我們今天就跟大家開箱一個君佬的玩具 沒錯,就是這一箱 這個是Big Boys Toys的牌子他們推出的 The New Challenger Guile Guile就是君佬 大家可以看到盒旁邊這裡 是寫著這個Sonic Boom 這個我真的去到七年八年前 我才知道原來他一直以來 他講的都是Sonic Boom 因為你知道街機 他們那些16beat的聲音 是出不了這麼漂亮的聲音 他們是說不到Sonic Boom 所以以前小時候都是說Aleku Aleku Aleku 但其實是Sonic Boom 盒後面就可以看到 裡面是有一隻這樣的君佬 然後他會出他的招牌動作 這個Aleku 它是LED會著燈 還有會有聲音 好,我們先來盒子 正面打開給大家看看 首先盒子這邊 他就有君佬的個人簡介 出身地點、身高、體重 各樣東西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打開 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 還有這些東西先放在這裡 我們先看看這一包裡面有什麼 好,這個膠袋裡面我們首先有一張君佬的卡 這一張上面有一個君佬在這裡 然後後面這裡是有他的招牌絕招 Sonic Boom 然後還有這個君佬主場的報警版 講講君佬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前幾年YouTube上有一個熱潮興起了 就是用君佬他主場的時候的BGM 配上去很多不同的情況 也都可以很完美的MASH 好的,最主要就是 W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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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 好了,我們拆出來之後 我們裝上台之前 先讓大家近距離看看 這個君佬 大家看到他這隻組 做得挺仔細 他背部這個狗牌 我其實以為他這樣黏住 原來它真的用一條鍊來的 我們可以先把這條鏈放回前面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鞋子這些位置其實都做得很仔細 你看 橫鏈的背肌 然後有經典美國旗的紋身 它的腳底其實是有個插電位的 我們就把它插在它這個座上面這裡 我們插上去之前先將它這個基地地板設定好 之後再插它上去 我們放上那個布景板 我們設定了地板之後 之後出來就是這樣的效果 但因為我們沒有電的關係 我們現在按鍵是沒有任何效果的 我們入電 我們電池入了 我們就按一下這個按鍵 看看它有什麼聲音 它真的說回以前的壓力 大家看到一按這個按鍵就會開聲 然後還有它是有燈光效果的 它是有燈光效果的 這個我不是很清楚 我想它們應該會有的 因為大家看到盒上面這個位置 它們應該是街八五公司 認可的一些玩具 但是等一下 我剛剛發現了一件事 大家看看盒後面這裡 它負責美術那個人的名字 是叫做寬旺 姓旺 是香港人 應該是 這個像是香港人做美術設計 這個更加要支持一下 好了 我們今天開箱介紹的這個 今天才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 有什麼意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下次再見 我的影片再見 agua